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古不变 我要告个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奏你的慈爱 阿弟诉说你的恩典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明白祂的话语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 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 可以学习 可以聆听你的话语 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 明白你的旨意 我们奉耶稣的名习上感恩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这个善加利亚书第七章 第九节 也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 然后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以慈爱怜悯的心 来对待他人 那圣经也告诉了我们说 当耶稣 他们被钉石架的那一个晚上之前 他呢 就跪下来 然后呢 蹲下来 然后呢 洗门徒的脚 然后彼得说 主啊主啊 你不要洗我的脚 我的脚很脏 你要洗就洗头吧 那主耶稣说 如果不行 你脚你就不属于我的 然后他做完之后呢 门徒们 我相信他都在流眼泪 这位救主 为什么要洗我的脚 我的脚这么脏 我是一个犯罪的人 为什么要洗我的脚 他谦卑的 来洗我的脚 然后呢 他做完之后呢 主耶稣不是教我们说 哎 你做这个 你做那个 你这样子 这样子 没有 他做什么事情 都给我们一个版样 换句话说 他不单教导我们 他也做了 给我们看 我们应该是这样子做 所以 你说李牧师 我做不到 原谅他人 我说 你做不到 耶稣做到 既然耶稣做到了 我们也该学习做 做什么呢 原谅他人 我这一生中 常常对被人家误解 误会 然后呢 妒忌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不必用语言 来告诉别人 我们不是这种人 我们用行为 来做出来 那是最好的了 这个是我在 我的生活中 所学习到的 你说牧师 你怎么讲 好 我告诉你一个故事 因为一个人 然后呢 他认为我说 我不对啦 不好啦 什么什么啦 因为我小时候 可能是这样子 我以前可能是这样子 还没有信主之前 我可能是这样子 但是信主之后呢 被改变了 那当他 有问题的时候 我默默地陪伴着他 默默地帮助他 那最后呢 他告诉了一个人 他说 我现在才明白 这个安民不是这种人 那我说够了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以慈爱怜悯的心 来对待弟兄 来对待周围的人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现年77岁的何希 是一位代课老师 他已经在车上住了八年 八年了 这位老人家每天晚上 都睡在他那台 1997年出产的 福特雷鸟车 他会仔细地检查 即使的电池 因那是他晚上 用电脑工作的电力来源 他省下了租物的开支 并将钱寄给 住在墨西哥的 众多家庭的成员 因为他们比他 更需要这笔钱 每一天一大清早 何希以前教过的一位学生 都会看到他在后车厢 翻找物品 这个学生说 我觉得 需要为这个教授 做些什么呢 所以呢 他发起群众 墓监 墓资 并在几周后呢 交给何希一张支票 让他能 租房子住 亲爱的弟兄姊妹 虽然圣经 一再教导我们 要互相的照顾 但 有时我们会因 看重 自己的需要 而难以实行 对不对 先知 撒加利亚 责备 以色列人 他们不敬拜上帝 也不彼此服侍 而只是什么呢 为自己吃 为自己喝 撒加利书第七章第六节 他们 父侍 所付的 群众生活 他们藐视了 他们临时的西药 他们 没有顾到 他们常常 就像我们中文常常说 制造 制造门前写 莫爽 莫管他人瓦上的霜 就说 我们只烧我们前面的血 不管他人的事情 因此呢 善加利亚 明确地对 讲述上帝的命令 人们 要安置理 判断 个人以慈爱 怜悯弟兄 不可欺压寡妇 孤儿 积极的 和 贫穷的人 我们要 顺服神的话语 神的教导 就是要我们这样子 我们要学习 我们很容易 只专注于自己的需求 但上帝要我们 关怀 他人的希望 因为这是对上帝 忠诚的表现 对不对 在上帝的经济 系统中 会有充数的 资源 供给每个人 而慈爱的上帝 显着使用我们 将这份 充数的 分给他人 这个就是 神要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 所做的 好 我们一起 地头 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 主耶稣 今天提醒了我们 让我们像这个 学生这样子 看到老师 看到教授 穷 我们就想 爸爸 为他做点事情 帮助我们 主 让我们有一个 怜悯的心 开阔我们的眼界 让我们可以看到 主耶稣 关怀 灵色的 希腰 谢谢你 主耶稣 我们有今天 就是因为有人 照顾我们 我们有今天 因为有人 付出 我们有今天 因为有人 关怀我们 让我们也 活出爱来吧 谢谢你 主耶稣 我们奉 我们也许的名道靠 他却能伤你 圣灵如风 吹进我的心 自我能力 更新我的灵 耶稣是拯救 此心生命 一起来传扬他 荣耀主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